王一博在与陈尔导演的谈话中分享了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对街舞的热爱 他提到虽然在学习街舞的过程中遇到了父母的反对和社会的误解 但他凭借坚定的决心和不懈的努力 最终赢得了父母的支持 在回忆自己的学习经历时 王一博表示尽管街舞在当时被视为不入流的舞蹈形式 但他依然选择坚持 他在暑假期间每天长时间练习 展现了他的天赋和对舞蹈的热情 这种坚持不仅让他获得了父母的认可 也为他日后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王一博在参加这就是街舞时 尽管出自排名垫底 但他并没有因此放弃 而是迅速调整策略最终带领团队夺得冠军 成为首位双冠队长 他的成功不仅源于他的舞蹈才能 也体现了他面对困难时的积极态度和不断探索的精神 如今王一博不仅是顶尖舞者推广大事 还持续在舞蹈领域探索和成长 他的精力激励着许多人 证明了只要坚持自己的热爱 就能克服困难是一些梦想